輪到柯文哲了 金華山弊案在收押了沈慶金 印曉威之後 今天簡聯繽紛實錄 搜索柯文哲最後 居然押走了這 帶走了這兩夫妻 今天我們還要預告 他可能會歷經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不只黨主席被搜索 如果檢察官對他聲押的話 他還將第一次被關進 地院地下室的後審室 那將是好幾個三面沒有窗戶 只有冰冷藍杆的鐵籠 這個大場面終於來了 沈慶金被羈押了 易曉威被羈押了 昨天大家的大夜的同事呢 等到三更半夜 想說哇那什麼時候阿伯 會被約談又會被搜索 沒有想到今天早上7點就來了 就把柯文哲給帶走了 那柯文哲整個弄下來的話 其實他在離開的時候 還接受媒體的訪問 他問一件事情說 你們憑什麼來搜索我 憑什麼想要來羈押我 其實他在他的家裡面 也問過這個問題 還說這個東西來說的話 恐怕會釀成政治風暴 可是大家想 這個還有什麼 有辦法釀成政治風暴 你現在來說的話 你有沒有名字 你已經沒有名字了 因為從今天早上7點開始 你知道北檢都怎麼稱呼他嗎 怎麼稱呼 不是柯主席 不是柯總統 不是柯前市長 柯信被告 他已經沒有名字了 他已經沒有名字了 你現在還在說什麼政治風暴 我覺得你終於想太 你終究是想太多了 好今天是歷史上第一個 在野黨的主席住家和黨部被搜索 其實之前去台北的時候 原本就要收他的中央黨部了 但那時候北檢給他一點尊重 因為過去以來台灣的歷史上面 沒有一個中央黨部被搜索過 最多最多就是地方黨部 但是這件事情真的是太嚴重了 所以終於還是搜索了 主要幾個人其實都已經進去了 包括審信金 包括應小微 包括吳順明 你今天在想 俊陽哥 那柯文哲會不會進去 如果他今天終於進去的話 那恐怕他非常辛苦 因為他如果要開生鴨庭的話 他要在一個卡龍裡面 這個卡龍裡面是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一般人不會進到衙門 一般人既然進了衙門 你也很閃閃到地下室 這個地方 什麼叫卡龍 卡龍就是一個籠子 那這個籠子呢 三面都是牆壁 你只有一條一條一條的鐵桿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你跟我 我是誰 我是罰警 我跟你對著看 罰警的事件不能夠離開喔 因為很多人會想不開 我今天到了這個地方 身陷淋餘 然後呢 準備要開羈押艇 很多人會做一些傻事 所以呢 罰警兩個人輪班 輪都盯著你 你沒有犯罪經驗 你會被盯到怎麼樣 你心裡發毛啊 而且呢 你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等非常久 你看一下審信金跟應小微 他們從 檢察官申請羈押 到台北地方法院開羈押艇 等了多久 十幾個小時 所以 如果今天柯文哲 他走出他家門 他說 這個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我們要禁告柯文哲 柯姓被告 從這一刻開始 今天 你會歷經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另外一個 你想都沒有想到 你剛剛提到了 關到這個鐵籠子去 你光是等生壓 如果檢方提起生壓的話 一定會關到這裡面去 可能一呆呆十幾個小時 要呆十幾個小時 為什麼審信金跟應小微 昨天要等一呆十幾個小時 因為金華城的案子的卷中 大概比我還要高 所以呢 你光月券 光月券 你都要月幾個小時 然後月券完之後 還要綠件 綠件什麼意思 你的律師可以跟審信金 可以跟應小微 如果今天柯文哲 一樣被申請羈押的話 你還會被月券 因為月券完之後還要綠件 綠件完之後 你會想哇 到底要弄幾個小時 很有可能在卡龍這個地方 柯文哲就崩潰了 柯信被告 今天晚上會進到這個鐵籠嗎 大家等著看 第二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是今天 昨天的那一場 柯文哲的最終回的記者會 一次說清楚 他也舉了公 會變成他最後一次公開現身啊 對 很有可能就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現身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那一場記者會上面 胡說八道 前言不對後語 看到都笑得出來了 我不用慢慢去勾結 你自己就已經把筆錄給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呢 我是不是就把你傳來了 其實不用急 但是呢 現在有往坊間 有一個傳言 因為要跑了 其實所有的案子 金華城的案子 大概9月5號發動 為什麼呢 9月5號是 沈慶經 他被傳喚的日期 所以呢 9月5號都不用急 但是應小偉為什麼會被羈押禁見 因為他緊張了 他想跑了 他想酸了 所以呢他去桃園 竟然發現禁管之後 跑去台中 可是大家想說 你這樣就是逃亡啊 所以你就進去了 就擠壓禁見 現在坊間有個傳言 說最新確切的消息呢 被檢調帶走的柯文哲 安排下週一 今天禮拜幾了 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了 明天禮拜六 後天禮拜六 那就是兩天三天之後 就是開完記者會 人中要讓槓 而且他的太太陳佩琪 預定是明天禮拜六就要飛美 如果這個消息正確的話 跟應小偉有沒有一樣 我就是要酸了嘛 我不管你怎麼樣 我先跑再說 毛毛的 對 所以我今天就先把你拉回來 拉回來之後 你要不要解釋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禮拜一就要去 美國 你太太為什麼要這個時候 繞袍呢 這件事情太誇張了 不過 今天下午 我們錄影的此刻 民眾黨開記者會 他們說 沒有這件事情 他們也一無所惜 但不管怎麼樣 在今天的實錄搜索當中 另外一個我們看不懂的是 就是金華城弊案 對 這個不是政治獻金耶 這個是幫兒子開店 這都不是耶 為什麼今天一起帶走了 陳佩琪 來 會想你告訴我們 今天陳佩琪的角色是什麼 你看到了什麼貓膩 好 現在目前為止 陳佩琪是以證人身分被帶走 但是呢 你剛剛不是說收到什麼東西嗎 剛好要相反看 如果是收了四個多小時出來 柯文哲敢講那樣的話 代表說在我家裡沒有收到錢 可是沒有收到錢 不代表沒有這個相關的賄賂資金 資金可能在誰身上 資金可能陳佩琪吃到下落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今天我們都看到了 柯文哲在他們家門口 對 人要帶走他都一定要說 站在那邊讓他講幾句話 對 說清楚你到底掌握了什麼證據 來搜我們家搜辦公室 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拿來的底氣 因為樓上沒有收到錢 對 照理說搜了四個多小時 如果有收到錢 你可能可以叫到 看到人家砰一搭錢 或是行李箱什麼 你發現沒有收到東西 所以柯文哲有底氣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 他犯了一個錯 怎麼做呢 他今天是除了他之外 照理說講金華城的案子 只有你柯文哲 你為什麼沒事 人家連政署 前年會把陳佩琪也帶走 不要忘記 陳佩琪本身是公務人員身分 如果今天是連政署 把陳佩琪給帶走 代表著是不是陳佩琪 有可能有財產來源不明的問題 我跟你講柯文哲他一直誤判 他一直問我說 你們查不到錢 你們查不到錢 我就沒事了 對 但是如果 按照法規 你根本不應該給金華城 他的容積率從560% 變成到800多% 光是這一點 其實你已經犯了獨立罪 第二件事情剛提到的 在資金流向的部分 雖然目前為止 看來還沒有找到資金 但不代表沒有這筆錢 如果說現在陳佩琪被帶去 我就問你一句 陳佩琪你到現在8月底 你還是公務人員身分 他9月才退休 所以陳佩琪請問你 你為什麼有辦法捧著 4300萬元的現金 去買那個相關的豪宅 那如果說你們一直在扯 什麼相關的補助款進來的話 現在檢方所謂的連政署先用證人方式 約談你 請你跟我交代你陳佩琪名下 所有的一個資產流向 進一步去兜出 有沒有有可能不明財產 流向他們兩夫妻任何一個賬戶 如果這個部分獲得一個突破口 陳佩琪一個證人身分 說不定隨時可以轉成同案被告 如果從頭到尾只是單純查金華城 陳佩琪在目前為止在金華城 沒有扮演角色 好 小平哥 照慧珍這樣講 今天陳佩琪被帶走 後面的水這麼深啊 陳佩琪以前從來不管她老公的事 因為她以前很忙 她是醫師 她是那個小兒科醫師嘛 和平婦幼醫院 那這一次呢 她把她 叫她提前退休等等 然後這一次陳佩琪平常這麼忙 這一次卻被傳證人 表示對金華城的事 她是有攝錄的 她現在 我認為現在證人去會轉被告 很可能 陳佩琪來轉被告的話 就是表示有金流了 然後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有金流 是不是他們查以外 你知道這次廉政署是主力嗎 昨天那個副署長 今天早上副署長都出來了 最近他們做那個什麼 做狗仔的行動 你知道嗎 一群年輕的那個幹員 他們都會跟肩拍照 所以桃州影員什麼東西丟出來 其實都被拍到了 所以他們對於這種行蹤 他們其實長期的監控 對於這一次的辦案幫助 是非常非常大 我看金流找到了 所以剛剛慧珍在講說 也許今天在樓上沒有 立刻查到一包一包 向鄭文燦他們暗示裡的現金 在那個地方 但是今天帶走陳佩琪 就意味著一定有某部分的掌握 包括你講的金流 還有角色 對 因為你看 因為他們夫妻也是大啦啦 沒什麼概念 450萬木口的錢 不是匯到柯文哲的戶頭嗎 所以錢匯來匯去 雖然沒有幾 這個可能是幾億 放在那個眼皮子下面 可是金流被抓到 那就等於現金嘛 很清楚了嘛 就抓到他蓋了三個章 給他送都委會 給他增加容積 適用那個都更條例20% 價值300億 給他公斬 給他蓋章 所以就是Bingo了 就是對在一起了 對 有對價了 好 所以 玉鳳現在只剩一個問題 今天柯文哲會不會搜索 都在意料之中 他會不會被收押 最大的破口已經押進去了 叫做應小威 你來告訴我們 他怎麼可以這麼囂張 你拿錢辦事 拿了4500萬審慶金的公關費 你要吃便當吃幾次 我們就會算了 你居然把自己活成了地下市長 而柯文哲居然也默許隨便他 對 這個案子來講 可以突破的話 應該要謝謝應小威 應小威在所有的過程裡面 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紀錄 我們用倒序法 他為什麼會被擠壓 就是因為他跑了嘛 他跑去哪裡 他跑去桃園 他想要出境 後來發現呢 出國不行不能去英國 不能去倫敦之後呢 他跑去台東清泉鋼 帶著台胞證 他想要幹嘛 他想說如果我從台中飛去金門 那從金門是不是小三通離開台灣 你太笨了 因為電腦是有連線的 然後檢察官跟我問了一樣的問題 你到底為什麼急著要走 難道跟9月5號審慶金的傳票有關係嗎 他說沒有 因為他要去幫媽媽 他的老母已經97歲 幫媽媽去香港買藥 買什麼藥呢 買一檔也有一鐵林丹廟藥 那個林丹廟藥只有香港有在賣 可是大家就想說你這個理由也太荒謬了吧 果然就被擠壓了 那擠壓的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他跟沈慶金 沈慶金是誰 金華城的業主 這兩個人從2018年開始之後呢 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沈慶金的公司 竟然有分了好幾筆的錢 匯進去他的協會 匯到協會裡面 李小薇竟然幹嘛 你知道嗎 一般來講你有犯罪的經驗 你要三轉四轉五六七八轉 他沒有 他直接轉到自己的房貸戶頭 然後就把自己的房貸給清掉 對於檢調來講 這個東西也太簡單 這筆錢你怎麼來的 你這筆錢竟然還掉你自己的房貸 那就表示 你已經使用了這筆錢 然後呢 大家回頭去想 他一直以來 竟然開了很多次的協調會 開了三四十次的協調會 把官員當成是什麼 小狗在罵 對 就直接落正 然後甚至把官員 叫來他的研究室裡面 他對我來講說 沒有 因為台北市政府的官員呢 都是我們的老師 我要去研究 可是不要把台北市政府官員當成吃素的 你所有罵的東西 他都把你調列下來 你所有的不當的要求 他都把你調列下來 現在到地檢署之後 大家一筆一筆來對一下 你憑什麼來這樣要求官員 殷小微怎麼可以這麼囂張 你收了4500萬以慈善之名 行賄之實的公關費用 也罷了你要拿錢辦事已經夠誇張 居然把自己 你當真以為你是地下市長嗎 你居然在這個所謂的便當會 大喇喇的帶著審慶金出席 全程去聽他們這些官員怎麼接受你的 這個便當會的這個說法 可以這樣嗎 你居然把這些公務員 叫到你的辦公室去痛罵 指責他們 而應警的公務員不服 你居然一撞告到了柯文哲 柯文哲應該保護你自己的員工 沒錯這個就是這個案子 最大最大的破口 你一個議員什麼東西 我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去給容積率 你就算要砲轟這些官員 官員鼻子摸一摸 我就罰站25分鐘 罰站完我轉身就走 問題是他回頭去找了柯市長 可是柯市長有沒有挺自己的 台北市政府的同仁們 沒有 他竟然透過秘書 來問官員說 你為什麼要反對金華城的意見 甚至要求官員三天之內交報告 這一段就是說把所有的東西 他給他4500萬 4500萬之後開了協調會 開了協調會之後發現官員不屈服 找了柯文哲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柯文哲今天早上7點 扣扣扣連政官到你家來開門了 好我們剛剛講到了 這個應小微怎麼這麼膽大妄為 收了4500萬 把他領出來之後 立刻還掉自己的房貸 你就笑納了這一些公關費了 還有更誇張的 他的辦公室 第三個一起跟他們被押進去的 這個吳順明 這個人居然是 沈慶晶養在他辦公室的人頭 對今天那天我們在地獄門口 大家就想到很奇怪喔 你沈慶晶被羈押 然後呢你應小微被羈押 其實如果你真的是有犯罪的話 你是案件的主要當事人 當然是合情合理 可是他的辦公室主任沒有被羈押 是交保 而另外一個被羈押的人 就是畫面上這一個吳順明 大家講說你主任辦公室主任 沒被羈押 怎麼是助理被羈押 搞了半天地檢告訴我們 他不是助理 他是威京的人 把他弄成是助理 然後呢告訴大家說 沒有沒有他是我們的顧問 沒有領薪水來幫我們來 研究都市計畫改革的問題 但是我就想問一件事情 沒有領薪水的事情 誰願意幹 所以呢誰給他吸水 現在查出來的話 恐怕他是掛在哪裡 威京集團子公司 中石化旗下的造星化學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市議員 他的助理其實就是財團的人 財團的人竟然化身為議員 明代的一個助理 然後對著官員以指起始 他就想說你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說到了應小微 今天小平哥來到現場 你是第一個跳出來說 這兩個人關係之好 早就是半公開的了 兩個人交情之深 超乎我們的想像 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漏網鏡頭 我不能說他 我這個人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 我不能說他們就是男女朋友 可是一起搭飛機到澳門 當然就是超乎這個交情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講說他們互相往來的 公務上的交情 超乎一般金主跟市議員的交情 第一個 他的助理是掛在 沈春慈基金會領錢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寒冬送暖 送人家被子 他每年都在青年公司裡面 辦100桌 應小微 就是中低收入戶 他還是有愛心 那錢也是沈慶晶的出的 這個錢 然後呢 他們兩個人 大概在十年前 他就開始出手 這次是代言人 也是打手 怎麼說呢 就是應小微是沈青青的打手 你還記不記得 就在你們對面 太極雙星 一個50樓 一個70樓 雙子星 以後的全台灣第二高樓 得標的叫馬來西亞的太極雙星公司 第一名 中華工程第二名 然後再投標前戲 然後那個應小微就開始 攻擊同黨的市長叫郝龍斌 打了把打了好龍斌跟打 直訊 哇 我們的大家勸也沒用 就是他嫌沈慶晶之命 就開始要把鬥垮必先鬥 要把太極雙星有沒有 那打掉 第一名說沒有資格什麼 第二名地補的 後來太極雙星真的被打掉了 可是好龍斌還是不給中華工程做 所以他們的中華工程跟好龍斌的恩樂 從十年 從十年開始 所以不管是基金會 不管是寒冬送暖 不管是四萬四千五百萬的 匯款的金額 不管開三十四的協調會等等 其實他們的交情是超乎想像 他們家也有淵源 都是外省第二代 黃復興的系統 應小微很早就自然熟了 也不要說誰介紹 應小微的爸爸是黃復興 就是軍人 然後是有勳章的軍人 然後沈春池是他爸爸 沈春池也是軍人的爸爸 沈慶光他弟弟是黃復興的中常委 然後應小微也當過黃復興的中常委 而且在應小微十多年前選舉的時候 金主就是沈慶金 觀眾朋友 接下來 望著要為大家抽絲剝繭 沈慶金跟柯文哲關係 不是我們想的那樣 昨天柯文哲他自己自爆 他曾經獲邀在選輸之後 進到了陶珠演員 唱了一次卡拉OK 這樣而已 仁俊 我們的好朋友 就在今天下午 爆了另外一個猛料 他說原來早在選前 柯文哲又進去了一次 那一次更猛 時間點什麼時候觀眾朋友 就在藍白河簽六點聲明的前夕 你進去再喬什麼 聊什麼 你選總統選到你都不一定能夠喬得平 藍白河 急著要進陶珠演員 做什麼呢 是啊 我們知道柯文哲跟沈慶金的關係 現在被大家拿顯微禁來解釋 因為柯文哲過去曾經說過 他最討厭財團拿刀叉吃人肉 結果他被抓到說 你跟沈慶金在陶珠演員唱歌 他昨天也承認 他說對啦 我是有去唱歌 那是因為選輸 人家要慰勞我 所以我去唱歌了 結果人家被爆料出來說 你不只一次跟沈慶金唱歌 康仁俊 仁俊哥就爆料說 你在選前藍白河簽六點聲明之前 你還去過一次 而且同樣不只有柯文哲 同行有五個人一起到了陶珠演員 跟沈慶金有一個會議 那我就問你了 為什麼昨天柯文哲要隱藏的這一段呢 好像擠牙膏一樣明明去了至少兩次 你卻說只去了那一次 顯然柯文哲昨天在記者會上 沒有講真話嘛 那似乎也想引蓋 他跟沈慶金的關係 可是他跟沈慶金的關係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打上個非常大的問號 現在檢察官要追最重要的一筆資金就是 沈慶金1.8億的公關費 流到哪裡去了 有沒有留進的柯市府 甚至柯文哲知不知道他旁邊有人 甚至他自己都是檢察官要查的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為了爭取840%的容積率 與沈慶金何許人也 這個1.8億塞牙縫都不夠 今天旺哲來告訴我們 他如何從股市進軍房市 最後靠著都更 一步一步藏著怎麼樣的一套完整的煉金術 是啊 我們知道柯市府認為 其實要推動南松山的都更計劃 那南松山都更計劃呢 其實當時包括了這個沈慶金的微金集團 其實就發現了這個 似乎是可以來做都更的一個市場所在 這張圖說明一些 導播我們放大來看喔 你先看這鐵三角在哪裡 北端 這個是敦北台塑大樓220億造價的 天價台灣最大都更案 這個沈慶金拿下來了 另外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 就是它的精華廣場 這個是沈慶金的 如果真的不是它的 這是台泥舊場都更 這個鐵三角一把它拉抬 一燙金之後賺最大的 就是沈慶金啊 是啊 我們看這個地圖其實很明顯 那旁邊什麼 大巨蛋嘛 那旁邊還有新一計劃區 整個的新一計劃區 如果北深上來的話 這個金三角是不是成為一個 新市中心了 所以當時沈慶金就看到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做投資的 所以大量的一些開發公司 都往這個金三角的地方去前進 重兵全部布在這個地方 只要我吵起來 我就是最大獲利者了 是 它全部重兵壓下去 大家不要忘記喔 這個沈慶金旗下的中華工程 在2023年 其實它的營收已經破百億了 來到185億 這個5億創下了它的新高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的中華工程 在台塑大樓 在整個金華廣場 它包了這麼多的都更的工程之後呢 接下來市值看漲 尤其它不只這些都更案 還包括什麼 民間工程啊 包括像北捷 北捷我們知道淡水新一線 接下來要做新一線的東延 這個東延也是中華工程包下來 再來我們昨天抱歉 我跟大家談到了萬華的第一果菜市場的改建 也是中華工程 所以你看得出來 現在不只都更這個東西啊 包括很多的市政府的包下的一些改建的工程 通通都是中華工程包下來 所以說未來它的潛力會不會看漲啊 今天你講我嚇一跳 原來最大全台灣最大的單一建築都更案 台塑大樓也被沈青青拿下了 是啊這個中華工程奪下了台塑大樓的都更標案 它原本造價是220億 根據阿根講一下 它未來市值會達到多少 1000億啊 哇五倍數耶 五倍數 所以我現在投資200多億怎麼啦 未來可以賺到1000億的錢 再來我們知道 這個沈青青其實不是只有在台北市的淡黃區 現在在都更 其實慢慢延伸到了新北的地點 包括了說它到板橋去 也開始慢慢要構地啊 慢慢要圈地 慢慢要開始要做都更計畫了 在板橋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在2021年吃下新北106都更的板橋案 目前總銷售人已經達到140億 目前這個看出來是板橋少見的大案 所以你就看出來 它現在觸角已經不是在台北市的淡黃區 已經慢慢延伸到新北 新北還包括樹林 土城 甚至城南水源的公辦都更案 這些通通都有中華工程的 在背後的影子 所以未來接下來我們看到 沈青青我們過去不是說嗎 她的政商關係非常好啊 她藍綠基本上她也OK 所以她不只在台北市 接下來新北市 所以大家看到為什麼 沈青青的影響力會這麼大 因為她跟所有的政商關係都非常好 所以造就說她原本是營造工大廠 她現在可以無痛轉移到房地產 這個對她來說 根本就是一個穩賺不賠的生意嘛 輪到柯文哲了 簡連今天繽紛十路 偵辦金華城地案 就來到了柯文哲住家 還有好幾個地方 一起來搜查 結果柯文哲一度不開門 臨走前還問辦案人員 一定要這樣嗎 不怕晚上釀政治風暴嗎 是會釀成什麼風暴 而今天更讓人看不懂的是 到底搜到了什麼弊命的證據 一起帶走了陳佩琪 過去金華城他很少連在一起的 他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好 君佳哥還有報警的觀眾朋友 今天台北政壇最大的震撼彈 就是柯文哲民眾黨的黨主席 台灣的總統參選人 他從他的住家被搜索 然後四個多小時之後 被帶回了廉政署去 我不知道在我們錄影的同時 他會不會後來還移送北檢復訓 甚至進一步的深壓 觀眾朋友一層接一層 我來說給大家聽 早上的六點二十分的時候 辦案人員三台車的人 好多的人 就已經到了柯文哲他家樓下 柯文哲通常居然各 都大概七點左右會出門 所以六點半就來 一邊他已經出門了 他按了電鈴以後呢 他沒有人回應 所以一群人就在樓下裡面等了很久 然後這一群人他離開七點半左右 一個小時以後呢 他離開七點三十五 再回來的時候呢 門開了他們怎麼聯繫的 目前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上樓去了 現在導播給大家看的畫面 已經是十一點都快十二點了 也是從七點三十五分上樓 開始進行搜索 一直到十一點快十二點 四個小時過後 柯文哲下樓 那我跟俊翰哥報告 柯文哲下樓 知道陳美琪還沒有出現 那他就當著所有的 電子媒體的面前跟大家說 到底有什麼證據 跑到我家來 跑到我的辦公室進行搜索 我們台灣的連檢調 要跟大家講清楚 憑什麼搜索我 我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最大的在野黨 而且我是總統參選人 所以柯文哲在他門口 做了這樣的聲明 他沒有多講 其他的部分 大家記者問了很多問題 問什麼等一下我跟大家說 他都沒有再回答 他就上車 可是上車之後 車子沒有開 他還等陳佩琪 陳佩琪也跟著就出來了 這是今天的畫面 那俊翰哥 陳佩琪也跟以往完全不同 他連跟記者講一聲說 不要圍著我 讓我過去 這樣子的話都沒講 從頭到尾就是慢慢向前 然後上車 跟著柯文哲一起離開 那根據我們的了解 陳佩琪是在清華城這個案子當中 他是用證人的身分跟著一起去 所以你要知道 柯文哲在上車之前所講的這句話 你們確定要這樣做嗎 這樣做今天晚上會釀成政治風暴 這個話是有媒體人講說 他在內部這樣說 我們沒有辦法得要證實 可是同一個媒體人他講了說 柯文哲為什麼會被查 居然哥為什麼今天早上 7點鐘就衝進去了 據說柯文哲他的太太陳佩琪 明天就要去美國 柯文哲下禮包就要去 好 觀眾朋友最近好幾個案子 金華城的案子有審慶金 有這個映小威 柯文哲跑去台中要出境 沈慶金是在家裡 又躲在他的那個防火桃身體 所以沒有直接主動很坦坦蕩 願意到他甚至可能跑出國的人 就要升壓了 所以倒過來 如果陳佩琪明天就要去美國 柯文哲下禮包要去的話 看來就有可能出境對不對 好 這個我要先跟大家講 這個傳言今天在媒體圈都傳遍了 可是民眾黨的發言人有跟大家講 沒有這一回事 柯文哲確實有美國計劃 因為他是個當主席 是9月21號 今天還8月底 所以陳佩還有三個禮拜 他說這個是個錯的訊息 不要亂講 但是呢 就像我要跟大家講 柯文哲在今天 被搜索他的家的 那一個小時當中 他一開始選擇不開門 這件事情也讓檢調 一開始沒有辦法進去 而媒體越聚越多以後 四個小時搜索結束 下樓去接受複訊 而柯文哲目前的狀況 會不會到北檢複訊 我們在錄影的同時還不知道 好 維浩 我們進一步要深究進去 柯文哲今天晚上會不會被升壓 法官會不會准了把它壓進去 這件事情 要看證據力 到底今天派出什麼樣的 一個辦案陣容 他們又帶走了什麼資料 好 君大哥跟觀眾朋友 可以發現說我今天在講 這個話題的時候特別嚴肅 因為這是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觀眾朋友 同案還有誰 我們就講 昨天的同案 另外六個 三個交保的 印曉威的主任 還有這個有沒有 這個威京集團的 這位金華城的總經理 他們都是巨額的交保 但是沈慶京跟印曉威 他們是直接收押禁見了 所以同案升押禁見的 這兩個人 還有他的辦公室的助理 三個人都已經收押禁見了 那柯文哲呢 君大哥還有所有觀眾朋友 柯文哲呢 觀眾朋友 第一個就是柯文哲 他其實只是去 雖然列為被告 可是問完案之後就回來 這是狀況一 有可能 對 就離開了 就問完了 吳保請回 對 就回去了 第一個叫吳保請回 第二個就是交保後傳 第三個就是直接進行生涯 就是那三種 可是你要看他的規模是什麼 因為我們 觀眾朋友並不了解 在剛剛的畫面當中 來 我給大家做解析 剛剛在柯文哲 他們家樓下的幾個人當中 其實都是大有來頭 首先 站在柯文哲 要離開之前 他的畫面右手邊 這個戴著口罩的女生 他是誰 他是台北地檢署的主任檢察官 江真瑜 所以主任檢察官親自出動 第二個 早上去按電鈴的時候 站在那個電鈴 隊長機旁邊 一個身材中等的一個男子 他是誰 他是廉政署 這是廉政署出動對不對 副署長林漢強親自在隊了 所以他以前也是主任檢察官 所以等於是雙主任曾起的 連副署長都親自出動了 畢竟他是柯文哲 第二個 台北地檢署裡面其實有很多谷 檢察長叫做天 然後這個主任檢察官 相約主任檢察官叫做地 因為天地玄黃 每一個谷都有一個代號 可是這次出動的是什麼谷 俊翰哥 這次出動的是虛擬的端谷 端谷是什麼意思 檢察官在辦案子的時候 我自己這個案子 我就是譬如說我是檢察長 我是天谷 所以就跟我同案相關的書記官 大家就按照這個谷號 去進行這個所有的這個調卷 可是當你這個案子 已經大到整個台北地檢署 所有檢察官都要動的時候 所有檢察官都要約件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虛擬的端谷 這是我們中華美國史上 第六次出現端谷 以前包含了私菸案 還有其他這些重大案子的時候 曾經也出現過端谷 端谷代表整個台北地檢署 通通都出動 要把這個案子查個清楚 好 今天就是兵分實路 查他家 也查辦公室 也查中央黨部 聽說還帶走了好幾箱 真的可以扣到一槍斃命的證據嗎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沈慶青跟易小微 都被這個直接申壓 而且也已經這個 申壓獲损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柯文哲一定會被約談的 可是約談動作 確實一來了以後 大家也覺得政治風暴就起了 因為畢竟他是民眾黨的黨主席 他是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在家裡要搜 然後搜了四個多小時 他的辦公室 在台北大樓辦公室今天也再來 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這個不是之前去過了嗎 上次去的時候是政治獻金案 是北極站 可是這一次是金華城相關的案子 所以再去 而今天扣回了 有兩台主機跟一箱資料 在去的當下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畫面 在台北大樓南京東路 其實黃珊珊人七點多之後 也在現場 可是媒體一到裡後 黃珊珊開始打電話 按照時間去這樣對的話 他是不是在跟柯文哲打電話 我們不知道 有可能 所以他也就到現場去 配合整個連政署的 這個台北大樓的搜索 你要知道黃珊珊 當時打電話的過程當中 跟誰講的話不知道 記者一拍他就往這廁所方向走了 看起來確實這個事情 讓整個民眾黨上下都動了起來 大家要知道 其實黃珊珊的角色 目前我們也在觀察 簡書培 台北市議員 她就是一直在緊盯 她跟游書會 金華城案的台北市議員 她說等一下 黃珊珊也是當時的副市長 黃珊珊這件事情 她不關鍵嗎 她認為解調也有可能會約談黃珊珊 整個金華城的案子 我們過去談 每一個環節到現在 到底蓋了三次的章 柯文哲市長 前市長 他在整個案子當中 他扮演的角色 副市長彭勝生已經被約談 三個案子就已經請回了 有沒有 那很快 但是看來柯文哲的那個狀況 跟映小威還有神經病比較類似 而不是彭智晨那種情形 所以後續到底是怎麼樣 中華民國無罪推定 我們後續再繼續看下去 今天晚上柯文哲會不會被升壓 雨萱 我們當然知道金流是關鍵 問題是你勾擊到金流 那個叫收賄 勾擊不到金流 也有可能觸及圖利 你怎麼看柯文哲的下一步 柯文哲他開場就講錯了 因為他第一點他說 就是史上第一位在野黨主席 要被檢調搜索 請執政黨說清楚講明白 第一 查理的是誰 檢調耶 那我請問一下鄭文燦是什麼 鄭文燦不是在野黨耶 鄭文燦是執政黨官員 有沒有被辦 你那時候有沒有該兩句 沒有啊 所以柯文哲在幹嘛 他要把它搞成政治對抗 這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 他要把這個變成是政治事件 但我跟你講根本沒有用啊 因為檢調今天為什麼會去查 柯文哲的理由很簡單啊 大家也知道 你是在野黨黨主席啊 大家也知道 你會搞政治對抗嘛 所以我們心裡很有抵抄啊 早知道你會這麼做了 所以萬全準備都已經做好了啊 如果 各位 今天不是檢調 已經找到相關的金流 昨天應曉威跟沈慶已經談了多久啊 從早上談到下午耶 早就已經身壓禁見了 為什麼要搞這麼久啊 你覺得律師會看一個我們講的 看相關的那個內容看這麼久嗎 月券月這麼久 就像我們大家都是明白人 不可能嘛 那檢調在幹嘛 溝通嘛 睡之以情 動之以理 在幹嘛 希望他們能夠重拾交代 重輕發落嘛 那他們到底公出了什麼 不是... 那後來是不是我們講 現在已經半夜都積壓了嘛 那肯定我們講啦 沈慶晶他的高齡已經78歲了 對 你就跟他講你真的覺得 你在裡面承受了兩個月嗎 你還是重拾交代 重輕發落 轉汙點證人 全部都會念轉啊 我跟你講 因為檢調後來放出來一個消息說 案情隨著積壓這兩人 有了重大突破 各位你們不要誤會了喔 現在檢調敢去動柯文哲 不是說他們嘴巴講了什麼 所以我決定去動他 絕對不是這樣子 今天你敢去動一個在野黨大主席 一定是我確認到的金流 比如說什麼金流 應曉威的4500萬 有沒有部分 甚至是全部流入到柯文哲手中 或者是沈慶晶拿的幾億元的公關費 是不是流入到柯文哲手中 因為你不要忘了喔 柯文哲123所有的帳戶 以及木可的帳戶 以及金華城的帳戶 以及沈慶晶的帳戶 檢調有沒有全部掌握 有嘛 否則怎麼今天敢去動他啊 你不要開玩笑了 所以這個局早已經不好了 我一定是不下天羅地網請君入翁 我等到我確認 絕對可以把你一刀斃命 我才會出手 否則今天我跟你講 只要把柯文哲放出來 只要交保就好了 甚至是無保請回 你要刮起政治海嘯了嗎 對 絕對政治海嘯 反撲的是誰 是賴清德嘛 絕對被罵死了嘛 民眾黨絕對每個都跳起來了嘛 今天只能有一種下場 只能有一種結果 也就是當柯文哲今天 一路訓問到晚上之後 馬上申請羈押禁件 同時簡直再把消息放到媒體 比如說四證一 四證二 四證三 柯文哲最正確早 明天早上禮拜六開什麼 雞壓提示 直接人就壓進去 我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只有這種可能 我覺得沒有別的可能 因為今天你要知道 檢調敢這樣去出手 敢這樣去動作 他也知道這個後座用力 他也知道柯文哲 會做什麼樣的反撲 所以他才會慢慢的一次一次的 什麼四千三百萬 什麼四百五十萬 放出來讓柯文哲去解釋 讓柯文哲去澄清 你知道為什麼要他解釋澄清嗎 因為你不需要說謊 等到你說謊之後 我的起訴書也好 我的市政公布之後 讓你的人設 人格完全毀滅 這個時候我辦案才有正當性 不易 如果按照剛剛宇軒描繪的 這一個情況去發展的話 柯文哲今天已經說了喔 你們把我帶走 會引發政治風暴 更何況壓了我 如果讓柯文哲無保請回 那就不是政治風暴 叫政治海嘯 因為大家都認為柯文哲恐怕 被盛壓是基本 被收押是相當有可能性的 所以他沒有事 反而效果會更大 但是我要講 柯文哲在金華城的案子上 為何之前大家討論的 都是圖利罪 而不是賄賂罪呢 因為很簡單 沒有金流 但是今天早上 柯文哲不只他的住家 還有他的辦公室 以及民眾黨的中央黨部 都被搜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恐怕 不只是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有問題 連金華城案上面都找到了金流了 而且是非法的金流 所以這個非常的明顯 這一次去搜索柯文哲 就是錢的問題 而從兩件事上非常的明顯 要知道今天早上 搜索的不只是 柯文哲家跟辦公室 還有一個人家裡被搜索了 彭政生 副市長家裡被搜索 本來大家都以為 彭政生副市長已經沒有事了嘛 不管是從檢調 還是從市議會出來 都是一派輕鬆 感覺好像沒有他的事了 為什麼今天突然被搜索 我個人懷疑 一定是有人供出了 恐怕有金流的問題 可能連彭政生都有拿到錢了 如果連副市長都有拿到錢 那請問一下 黃珊珊副市長 包括了柯文哲市長 有沒有也拿到錢呢 這個是非常起人疑鬥的事情 再第二個我覺得更嚴重的是什麼 陳佩琦 柯文哲的夫人 被列為證人 我問個問題 陳佩琦在金華城案 有什麼關係嗎 沒有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 大家真的很意外 對啊 跟他什麼事情啊 但是柯文哲的夫人而已 就被列為證人 要知道陳佩琦只管柯文哲 一個什麼事情 錢 柯文哲所有的帳 所有的存款 都是陳佩琦在管的 所以陳佩琦去幫金華城做證 只能夠做一個證 就是金華城 到底有沒有金流的這個證 所以既然連陳佩琦也去了 彭政生也被搜索了 那我覺得柯文哲被搜索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以現在的狀況 講難聽一點啦 賴清德還會特意的 重手去打柯文哲嗎 我認為不會了 他不會去做這種 繞人口實的事情 因為柯文哲的案子 已經太多了 不需要他下手 而檢調景天敢大剌剌的 直接去搜尋柯文哲 包括民眾黨所有的地方 代表了他們一定或多或少 有相當的把握跟證據 他們才會去做這個事情 而當他們有把握有證據 敢去動柯文哲的時候 那就代表了柯文哲 被搜索的日子也不遠了 今天兵分實錄對柯文哲出手 我們都在意料之中 重點是他會不會被收押 看一個人 最大的破口在印曉薇 他已經被押進去了 而截至目前為止 檢察官居然查出 這麼驚悚的過程 印曉薇把自己當成了地下市長 柯文哲居然也跟著起舞 對 其實再來講的話 印曉薇真的是 所有的案子的起源 而且他好像後面的淫武者一樣 他為什麼會被擠壓 為什麼審慶經也會被擠壓 其實他們都是被北檢的引蛇出洞 給震出來了 一個傳喚通知書 9月5號把神經經給嚇壞了 神經經嚇壞了之後 印曉薇竟然想跑 結果竟然跑去機場之後 轉到了台中 他以為桃園出不去 台中竟然可以巡小三通 先到金門再出去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印曉薇 如果你真的想跑的話 你桃園出不去的話 台中也出不去 有電腦連線 你為了機會去基隆的八斗子 走水路這趟才出了去 9月5號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故意發一個未來的傳喚書 結果果然敲山正虎 沒事為什麼要出境 心裡有鬼 有什麼鬼 我就叫你來 一叫進來直接壓進去了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講說你到底跟金華城的關係 有沒有這麼深 過去以來曾經就被檢舉 有到這個地方去 正內亞歷全台北市 甚至全台灣最貴的豪宅 逃租引員 但是他後來否認說 沒有 我只是參觀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人 我相信台北市議員那麼多個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進來參觀 所以你去跟金華城沒有關係嗎 那回頭去想 從頭到尾 他可以說是 整個市議會裡面的金華城代言人 他竟然可以帶著審慶金 去參加都委會的會議 都委會的會議 你憑什麼業者可以來 你憑什麼產進去 你什麼東西 你憑什麼業者可以來 跟你有關係嗎 你到那個地方 難道你覺得 你就是另外一個地下市長 我要來這邊 跟我的金主 跟我的業主 來 你看 我來彈一下威風 然後把官員罵得跟什麼一樣 甚至他把官員叫到研究室去 拉正 然後一路一路罵 罵完之後 竟然還有一件事情 除了疲勞轟炸之外 如果你回去之後 他還找上了柯文者問說 你這個台北市的官員 為什麼持反對意見 這個容積率 還要叫官員來寫報告 你叫官員寫報告 而柯文哲還買單 對 柯文哲還買單 柯文哲來講的話 就有請秘書 來賴這些自焚的官員 所以為什麼最後金華城 這個容積率 會多送這個20% 其實有沒有這觀念 一定有壓力下來之後 有人接了嘛 他怎麼可以這麼囂張 也不是只有這一次喔 過去講過的話 通通留下紀錄了 以前益小營獨麼的囂張 他的選區在那裡 在中正萬華區 中正萬華區那個地方 包括榮山市 大家還記不記得 竟然有一個影片出來了 這影片出來是怎麼樣 拿著潑水車去趕誰 趕街友 你想想看街友已經很可憐了 他都沒有地方住了 然後在榮山市對面這裡 竟然啪啪啪啪啪去趕出去 趕出去之後大家想說 你在幹嘛 你半夜不讓人家睡覺 為什麼呢 原來他要把街友給趕走 因為周邊的房價要起來 那時候很多的網友就想說 基本人權在哪裡 你當台北市議員 那些住戶 有一些你的支持者 是你的選民 街友難道就不是人嗎 造型啊你 造鬼啊你 對 這個時候為了房價 為了衝高當地的房價 你可以不把他們當人看 用水去潑他們 然後到了快過年 尾牙的時候 你又要化身為人間菩薩 又辦了好幾桌 請這些街友來吃 對 神也是你鬼也是你 然後甚至還曾經有說過 誰潑街友的水 就發獎金 這東西來講 規矩來講的話 很多人都覺得 根本是一個不適任的議員 好 今天整個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議會他主持 你今天只是便當會 大家找來 你當一個橋樑中介就也可以了 居然你變市長 你變副市長 你變都發局局長了 對 市政府是你的嗎 現在來說的話 看起來就是 你看所有的文件裡面 都是誰來 主持人都是 應小微的一個主持 然後他的研究室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就是這一次也被羈押的 叫做誰 叫做吳順明 吳順明檢查問他說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物 他一開始講不清楚 說不明白 我到底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是議員的助理 還是我是其他的工作人員 後來從錢就可以查出來了 他掛名在他的研究室裡面 當他的助理 可是他竟然被羈押 原來他領的錢 是威京的錢 等於說威京 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為了把容積率給通過 每次你來跟我報告 我怎麼知道 你說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他是沈慶京養在 養在這個 還沒機會 辦公室裡面的眼線的人頭 對 我怕你 每次拿了我的錢之後 虛與為 我乾脆養一個人 所以查查到到尾 他的薪水竟然是什麼 是威京的顧問 然後領他的威京子公司 造星化學的薪水 而且他常常跟沈慶京回報 問題是昨天天在搜查的時候 請問一下助理先生 你認不認識沈慶京 我不認識 檢察官說你不認識 一天到晚跟他打電話 你在打什麼 所以兩個就中了 就全部羈押起來 最後你就看到了 你堂堂一個首都的市議員 你居然也允許財團在你這邊 安一個人頭 對 然後跟著你們沆瀉一氣 送出840%的容積率 對 在這件事情之後 大家回頭去看了 易小薇議員的一個過去 有一個畫面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大家印象深刻 那時候已經選上了議員 可是竟然在路上 就直接被人家攔下來 攔下來的話 那時候記者都還在拍 怕什麼 他就說 你說你是包二奶 這個是跟司德有關係的一個事情 所以他就是被指控 而且被人家聽渡 直接給堵下來之後 就直接說你是包二奶 易小薇那時候非常的委屈 哭 流淚 這個民眾去痛罵他 你是被包養的小三 對 你是被小三 就是包二奶瘋狂 然後那個時候的事情 其實現場不是為了這個 大家去問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全部就被拍下來 大家就想說 為了哪一個男人燒出這把火 在這一次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個關鍵人物 他的辦公室主任王尊坎 大家其實他有一點江湖背景 在外面的話不叫王尊坎 叫王坎 就叫坎哥 所以他其實在過去來講 他有經營過一些特殊的一些頻道 松字頭的頻道 以前第一次台 比較後面都夜間 比較有一些清涼畫面的一些頻道 其實都跟他有關係 所以大家就叫他情色大亨 其實後來事情過去之後 乾脆就到了辦公 議會的研究室裡面 當他的辦公室主任 各位朋友 我們在討論的是 4500萬的公關費 追金流是吧 金流已經出來了 所有的這一個金流匯到了 基金會的賬戶 由吳順明領出來之後 再進一步匯到了 坎哥王尊坎的賬戶 最後就進到了 硬採回去了 對 所以在過去以來 從2018年 你以為你神不知鬼不覺 但其實每個筆錢的流動 都是有紀錄的 每個筆錢的濾心都有終點 那現在檢調查出完了 這些錢的終點 都到了應小微 市議員的口袋裡頭 好 楊明 你怎麼看 這樣應小微比我想的 還要誇張 他把自己變成了地下市長 可批隨便他 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你怎麼會笨到在這個 你都已經知道 我相信他都已經知道 沈慶經收到所謂的傳票 就是說這個案子已經要辦了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要出境呢 好 你去了一個機場 告訴你已經被通知 你被禁管了 你居然沒有乖乖回家待著 你還去另外一個機場 這就是在製造 你被羈押的可能 是 所以今天他被押 完全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柯文哲的部分 俊翔哥 記不記得 上一次民眾黨大動作 然後開一個記者會 隔天木可就被搜索 為什麼 因為木可說 我們要結束營業了 結束營業 馬上檢方申請搜索票 馬上隔天去搜 為什麼 怕你滅陣 那昨天的記者會 到底又丟了什麼殺害 讓檢察官覺得 我今天七點就要來了 好 第一個 柯文哲請假三個月 請假三個月 你會不會東跑西跑 你會不會出國 難怪今天還一度傳輸說 他要飛去美國 再來還有一個關鍵 柯文哲昨天在他的記者會上面 承認了 他今年選後有跟沈慶晶 到他的桃珠影員唱歌 你跟沈慶晶是有私下的私交的 這個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今天的這個狀況 你講到了去桃珠影員唱歌 觀眾朋友 我覺得他都不老實 他在擠牙膏 他在刻意掩藏另外一場 他進到了桃珠影員 時間點太敏感了 大選選前藍白和六點生命之前 你什麼事情 喬什麼 急到那個時間 你連大選都還沒喬定 你要跟著沈慶晶約在桃珠影員 不管他見了幾次的沈慶晶 我相信這都是檢調 現在在釐清的 比如說在處理金華城案的前後 你有沒有見 選舉期間你見他幹嘛 選後為什麼他要慰勞你 就像俊大哥為什麼不慰勞你 為什麼不慰勞趙少康大哥 有功才要慰勞啊 為什麼不慰勞侯友宜先生 對不對 所以你同樣都落選 為什麼沈慶晶獨獨慰勞你 所以這個檢調就可以做出一些連結 至少確認了 你和他是有私交的 所以在昨天這場記者會 讓柯文哲深陷了自己挖出來的坑 他跳了進去而檢調 馬上申請受訴 而且一次就準 一次就準 那大家去想一想鄭文燦 到現在搜索票都沒有準過 所以你就知道 檢方在處理這個案子 是勢在必得 我也看兩件事 你看應曉威曾發自己搞得 跟一副天王老子地下市長一樣 他帶沈進去參加都委會議 這個是陳情仁他憑什麼 再來他居然公然的 痛罵施壓公務人員 你怎麼看 其實因為這個案子也談很久了 一直到已經確定收押之後 原來當初在開這些會議的時候 有所謂的惡行惡狀 我們之前也不知道那麼多 沒有在會議裡面 都只有講說 大家討論有不同意見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過程當中發現說 應曉恩議員在這個建議 就市政府應該聽金華城的 自己的20%的容積獎勵的 這個申請案 他過於強勢了 因為其實這個議員 他在提出陳情案給市府的時候 他只要如實的轉答 他的陳情人 第一個不可以有任何的金流 不可以有對價 然後也不可以跟市府進行施壓 他只是轉介陳情 99%就不會有問題了 所以當你的態度很強勢的時候 再加上又查到金流 對 這個時候其實說實在的 他就已經埋下了一個 不地質炸彈了 過去我們不知道 可問題是這些委員都知道 這些市府官員都知道 那這就為什麼牽扯到 現在柯文哲要被約談了 因為他是市長 他不是講一個市府的團隊 下勤上傳 或者是壞消息傳到 最後的headquarter的那個速度 代表一個青年團隊的效率嗎 你的市府裡面有那麼多人 雖然也有人贊成沒有錯 我相信柯文哲跟這個 彭正成副市長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只是接受了陳情去做這個事 我們並沒有主導他們一定要這樣過 可是施壓的人就是議員跟沈慶晶嘛 對 施壓嘛 沈慶晶說去開會的時候 也入罵公務員嘛 這一點其實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柯文哲有愧於市長的職守 你不可以讓你的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不管他是一個科長或是一個局長 被這個 不管是財團或者是民意代表去辱罵 他可以來陳情說我們有意見 你怎麼會放他們這些公務員被辱罵呢 好 那現在有金流 金流這個數字4500萬左右 他到底是不是印小偉一個人 觀眾朋友說實在的 因為金流 胡士成 慶晶跟印小偉兩個人 個人 是中工給助理 助理在轉完朋友 都覺得我都沒有 但剪掉沒有那個你看這個的啦 有這個金流 即使是都很外圍以後 被掌握到了你自己不知道 再加上最後一個 就是印小偉他 有出鏡的動作 那這個就迫使了剪掉要趕快去動 否則他就跑出去了 所以 為什麼會被後來深壓而且收壓 就是因為他有金流 當時有這樣子的一個過度的關切 再加上他有可能出鏡逃亡之魚 所以就把他給壓起來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看 沈慶晶左手換右手的百倍鏈金術 精華成840%容積率會變成壓垮 沈慶晶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檢察官要追1.8億公關費用 其實這個對沈慶晶來講 根本塞牙縫而已 恐怕萬萬他沒有想到 這麼小一筆錢在他眼中 會害他栽跟抖 今天事實上是帶我們來看到 威京小沈一生傳奇 什麼風浪沒見過 我們就來看到 他從當年股市轉戰房市 靠著桃珠影員 跟這一次風暴核心的 金華城 金華廣場 如何創造左手換右手的 百倍鏈金術 對 沒錯 像昨天柯文哲在他的這個 記者會裡面講一句話 就是說他承認了他跟這個 他曾經有去沈慶晶的這個招待所 在這個桃珠影員去唱過歌 好 那當然突然證明了說 他跟這個所謂的桃珠影員的 這個所謂的朱老闆 他們是非常關係的 神信經老闆非常好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 我們就講 這個到底上面的這個招待所 是什麼樣子呢 事實上老謝曾經PO過一張照片 這是老謝他臉書上所PO的照片 他說他曾經在桃珠影員的頂樓 有一個宴請 因為頂樓就是他的這個招待所 聽說他的招待所是夜夜聲歌 就像他等於是把他的招待所 當成是他的一個非常重要 人脈的這個聚集地 所以當然有人就說 去吃飯的可能不只是只有柯P 還有非常多重要的政商界人士 好 那我們再看 老謝所揭露的這一場裡面來說 你看這是許勝雄他們夫婦 然後還有河南王任生 王任生是非常有錢 他目前為止是地堡 第二多戶的這個人 他有八戶左右的這個地堡 另外包括說像前台中市長 胡志強 還有劉泰英 你看這樣一個宴會裡面來說 灌溉雲集 這個富翁有錢的是 百億起跳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這個也是因為有這個照片 我們才一虧 原來這個招待所是這個樣子 你看 這時候劉泰英在後面唱《Nakashi》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唱《Nakashi》的時候 大概也是在這個位置唱了歌 好 那我們就講 陶宗引員來講的話 他目前為止一坪 號稱要800萬 每戶至少要18億以上取跳 每個月的管理費來說的話 非常貴 他要大概14到15萬 約莫斯已經是一個上班族 就是已經遙不可及的一個夢想 然後一共賣40戶 總價值800億左右一個狀況 那他比較特別是什麼 就像你知道他每一樓來說 每一樓有兩戶 那兩戶裡面來說 他有七座電梯 七座電梯裡面有四座是給主人做的 有兩座是專門仆人做了 仆人做兩座 還有一個電梯是 可以把車子開到你家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一個狀況 今天一開場 看這個會旋轉的 這個叫陶宗引員 台北的地標 陳靜靜我訪問他 他說我專門在打造地標 確實也是 對 沒錯 那個金華城那個雙龍搶豬也是地標 這個也是地標 對 沒錯 但這個地標大家很好奇的是 你花這麼多錢在這裡 然後蓋了一大棟 賣不出去的豪宅 像聽說只有賣出一貨 而且那一貨好像也是關心人買賣 他不著急嗎 事實上陶宗引員對他來講話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煉金術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你知道陶宗引員 如果你老一輩的這個台北人 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是亞太會館對不對 那沈青青是在1987年的時候 當時買進在亞太會館 當時的土地 土地來說那時候是 大概約莫是10.8億 後來他蓋了這個亞太會館 因為後來的這個亞太會館 他就說那我把它賣掉 把它賣掉的時候 當時因為他是認為說 我要把它重新把它改建 然後2008年的時候 他當時有招標 招標原本是69億 就這樣 你看 原本是10.8億 然後後來69億 但是他後來把它調高 因為2008年 我們知道 當時兩岸之間關係非常好 所以他認為說69億太便宜 他們調了149億 然後甚至把他調了199億 那199億就是流標 但是流標之後 後來他還是想要賣 他2009年的時候就用中工 所以現在這個所謂的這個 逃出演員是中工就是這樣 因為中工用150億人來得標 創下我們台灣 當時土地交易的這個新天價 但是因為你是自己買 然後賣給中工 所以人家就說你是利益輸送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人家後來這個亞太會館 就2012年就熄燈 就改建成逃出演員 然後完工之後 目前只賣出一戶 一戶來說的話就是左手換右手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說 現在住了只有一個人 叫做沈慶金 所以你看到1987年的10.8億 現在你一戶逃出演員 你都買不起 但不管怎麼樣 滄海桑田一過去 80倍的煉金數 你以為很厲害嗎 還有更厲害的就是那一顆球 金華城 那是破百倍的煉金 對 好 我們就跟大家講 事實上這個金華城更是非常的誇張 因為金華城在1987年 他同時買進這個 所謂的這個亞太會館的土地之後 他也買下了金華城現在所在的位置 他以前是什麼 唐榮鋼鐵廠 所以他其實以前是工業用地 那工業用地來說 他後來就說 我要改成這個商業用地 所以他之前 也把他從工業用地 變成這個商業用地 他也捐了一些地 後來他投資240億 興建亞洲最大的購物中心 我們就說他喜歡蓋地標 你看從陶珠隱元 然後當時的亞太會館 到現在的這個之前的這個金華城 都是地標建築物 然後他後來在2001年就開幕 那開幕因為投資240億 他雖然當然花了非常多的這個精神 他當時還找了這個號稱是什麼 SOGO的前團隊 很多人還從香港找了一大堆人來進來 結果沒想到他說 他開幕那天就知道完蛋了 為什麼 人流是很多 但是事實上的金額進帳並不多 他原本是希望說 一年能夠有200億的營收 可是後來他最高年度的時候 就想也沒有達到80億 所以你知道他一開始就開了就知道完蛋 在2018年他就已經把它打掉 打掉之後他決定要重新再改建 那改建的時候當時怎麼改建 他就說那我就開始讓大家去招標 招標當時其實有中石化 這次現在的這個業主 就是中石化旗下的頂月開發 但是其實當時不是只有他來得標 來招標 自然還有另外一家建築公司 他是以底標了30% 但是後來他因為這種東西 你怎麼會給別人賣 他後來還是又中石化得標372億 然後議價只有8.8% 所以當時又被他們認為說 你又是左手換右手 就是好康的你不會讓別人吃 這個跟逃出演員一模模一樣樣 對…你要自己吃 好 那既然我就已經標下來 那怎麼辦 當然是想辦法把容積率 拉得越來越高 所以才會有這一次的爭議了 裡面兩個 一個是獎勵容積 一個是所謂移轉容積 這兩個其實都有問題 好 你說是因為這樣蓋 那蓋了之後 因為他目前為止正在進行之中 現在就有台北市議員就說 那要把它停掉 不然怎麼去 如果真的萬一有這些爭議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好 我們就講 因為他後來再蓋了 邊蓋邊推出 那你看他一推出的時候 總銷量是1600億耶 我們看他當初買的土地是13億 然後後來一轉手 這個長海商田 從工業區變成商業區 商業區變成金華城 金華城變成金華廣場之後 變成1600億 那你知道事實際上目前為止來說 他每一品賣到200到250萬 然後另外一個包座巷 非常非常厚的這個 他等於13 37年漲了123倍 你就知道說其實 金華廣場對他來講 是一個何等的煉金術 台北最高檔的商辦 地下三樓居然還有這麼一個 防空雕堡 對 沒錯 事實上對他來講的話 這就是非常重要 他怎麼設計這些 豪宅等級的商辦 然後讓大家願意買單 目前為止据我所知 這商辦來說的話 真的有非常多國際大廠在進駐 很多都在進駐 現在他們也面倒一個問題是 萬一這個商辦有問題的時候 那我怎麼辦 所以我才說這個審慶金 為什麼他一定要完成 這個金華廣場就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事實上 他能不能夠翻身了一個 重要的這個關鍵 威京小沈他常形容說 自己不怕活在爭議當中 一輩子也確實如此 他常常被形容是 最擅長刀鋒舔血的人 活出劇本都寫不出來 好 那重點說 他這兩個案子 一個是亞太會館 一個是這個金華廣 照理說都磚了上千倍 那為什麼他還 目前為止還要這樣挺而重險 很簡單 因為後來2000年的時候 開始進入 因為後來他從股市退場之後 投資非常多實業 中石化 然後包括說中工 然後很多實業 但是問題是 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他是很會這種什麼 我們知道他很會這個想法正法 鬧整 但是做生意他不是很厲害 所以這個後來遇到1997年的 金融風暴 讓他虧了非常多錢 他後來甚至還賣掉旗下的金華證券 賣給了元大證券 還賣給了村池建設 村池建設也賣掉 他一度在2000年的時候 當時是連計程車的錢 都出不出來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跟他講 他幾年前的時候 曾經拿出亞太工商聯的 30%的股份 然後當成這個 這個本票當成是這個擔保 然後跟澳門的這個賭場 洗米華借了60億 天啊 結果來60億的時候 後來洗米華還跨海來告法院 這個亞太工商聯就是亞太會館的 這個通告 另外第二個 還有這個去年的時候 習日的這個角頭林秉文 他也拿出了 沈靜清的五張本票 就1.5億 就說 放出去借 對 你也跟我借錢 借錢來說他還跟法院 這個申請強制執行 結果還獲準 所以你看 從這兩個事件告訴你說 沈靜清看起來是家大業大 但是其實他的現金是相當相當少 也就是因為現金相當少的時候 他是想怎麼辦 我趕快把這個金華城廣場 能夠金華廣場把它賣出去之後 能夠趕快變現回來 那無奈是說 捲入了太多這個爭議 在這一次終於是翻車了一個局面 又一個人事發佈 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今天賴清德總統公佈了 司法院政府院長人選 結果副院長居然是姚立民 為什麼我講居然 姚立民從新黨 然後2014幫柯文哲入主台北市府 2018他才罵民進黨是垃圾 2024他就變成賴總統的選戰心腹 被人家貼上了政治變色籠的標籤 撕都撕不掉 結果這一次提名他擔任司法院的副院長 他評審 就讓我必須坦白講 第一個司法院的政府院長 相當於說大法官 對於台灣來講 那是整個司法界的一個公信 過去以往的歷見 不是說你只要是法學博士你就擔任 你必須要是在業界裡面 有普遍的評價 認為你德高望重 認為你是個權威 我們才可以把你任憑為大法官 更謊論所謂的司法院副院長 但今天提名為什麼姚立民 大家會為之華爛 姚立民充其量 我坦白講 他就是一個學法律的老師 一個教授 但他是不是等於說 有這個資格得配其位 可以當大法官 我相信社會共識 包括連民進黨內部都說 蛤 為什麼是他 太憨了吧 這敢有可能 因為代表他根本沒那個能耐 再來第二件事情 當今天大家看到姚立民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問說 好 那你未來 因為柯文哲如果進入到司法階段 被起訴之後 判決的人是誰 當然是法院 而姚立民有相當的影響力 可以去對於法官進行影響 所以大家就很好奇 那你會不會 因為過去大家都知道 你是超級大顆黑 所以以此來去針對柯文哲吧 等於說任命你這個人 是不是又來處理柯文哲 外界會不會有這樣的印象 一定會有 所以對於司法公信一定會大打折扣 因為即便要犯柯文哲 大家也希望是公公正正的 給他一刀斃命 而不是帶有政黨色彩來去處理他 結果他幹嘛 他學邱藝人 神秘的微笑出現了 無聲聲有聲 因為邱藝人那個微笑不好嘛 結果你今天也來一個 什麼神秘的微笑 但俊翔哥 我平信而諾 我們仔細來看看 過去為什麼姚立民 他現在有辦法擔任司法院副院長 或者是被提名 因為不好意思喔 請問一下姚立民他要真的就任 他還要過誰那一關 立法院 在野黨那一關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認為啦 在野黨是不會拉過的 那我也認為啦 今天賴清德也很清楚這件事情 但為什麼還是要堅持要把他提名 你想想看喔 他是什麼 他是競選總幹事 壞人之過去姚立民 只要擔任任何的位置 跟誰 任何站上邊 他會幹嘛 頭位啦 要位只是姚立民的一個習慣 但今天如果說姚立民跟賴清德要位 我坦白講 今天把他送上司法院副院長這個位置 壞人之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壞的結果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今天你去 勢必你就會招到在野黨的公審 而我也可以解決到你這個麻煩 因為如果不給姚立民位置的話 請問姚立民會變什麼 他會變賴黑 他會變賴黑 我把你打贏選 這樣我一個位置都沒有 對 他會變賴黑 但我又不能親自處理你 所以我乾脆把你丟到立法院去 借刀傷人 我講白的民眾 現在要看他會怎麼樣 那巴西不用談 直接跟國民黨合爭巴火 絕對把你杯葛到底 絕對不可能會讓你上任 好不好 而且等於是幹嘛 我就以此除去掉我一個麻煩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當選之後 那個一整個旗幟下來 我們講論功行賞部排列排列 這是好幾數以千進萬進 每個都來搖八叉搖八叉 那你張實當競選總幹事 你如果這時候跑出來搖我 那成何低筒 所以我各位 雖然大家看到姚立民覺得 這傢伙氣炸了 但我反而覺得 第一 他擔任司法院副分長 機率極低 第二 乾脆讓在野黨來 我們講借刀殺人 把你這個人處置了後悔 但是我問你 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他是頭號的柯黑 他駐權多少賴總統 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可以滔滔江水出前村 碾壓柯文哲啊 不是啦 因為那個時候姚立民 大家講說這個人再來幫到嘛 第一 賴清德贏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嘛 40%而已 我們都講說這個叫做掰咖的 對不對 在第二 柯文哲拿的票都不多 有夠多369萬票 你都說用騙來的 這個我們講也是騙得夠多 所以換言之那時候姚立民說 年輕人去學羅因到底有沒有 他就講這個話 就反而積極我們講了 民主黨更多的票 所以你是反度選 幫倒忙 所以他講完那句話之後 他整個人就消音了 對 所以我的換言之 姚立民真的在整個我們講 賴清德選戰裡面 有幫倒忙嗎 我覺得沒有 最後面的40% 基本上都是靠基本盤 那講白了 你能不能不處理他 不能 那因為他是什麼職位 你就是給他當總幹事 總幹事就是必須要有一個位子 去處理他 所以我覺得對他而言 現在這個是不得已的選項中 被迫做出來的一個抉擇 另外關於他 我剛剛講到撕都撕不掉 就是政治變色隆這件事情 怎麼到了哪裡都有任有餘 都有地方去呢 不是 有些人得了錢矮 像柯文哲 看到什麼都想賺錢 看到小小小小 但是有些人得了就是官矮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總統到位就是想當官 包括那時候跟柯文哲結合 甚至我們講的最早姚立民是什麼 不好意思 他是新黨的 你想想看他曾經講過句話說 民進黨都是垃圾 但我現在喜歡當垃圾 為什麼 難不得你現在想當垃圾嗎 為什麼 因為垃圾有官位做 所以我寧願當垃圾 對於我跟你講 不管是第一 民進黨支持者沒辦法接受 第二 民眾黨支持者沒辦法接受 第三 國民黨支持者更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俊安哥你懂嗎 姚立民這個人最大問題在於說 三黨沒有人可以接受 大家會覺得這件事情莫名其妙 因為你好歹你過去 比如說蔡英文提名大法官 你說四位不好意思 那個十四位至少都是深綠 民進洞對對不對 提名的就算你再討厭 還有一邊會支持 但你想想看 他曾經罵過說 他就是垃圾 民進黨就是垃圾 你說這個人選 大家誰能夠接受 而且更 跟我們不要講說不是這樣子 你看 現在正常大咖 一個一個一個都倒下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賴清德緊接而來 現在司法院來就是要抬 對不對 好 那如果真的給你這個姚立民上任 但未來的工作可辛苦了 不只是我們講的柯文哲 還有誰 柯建民也是 柯建民最近是不是又報了一些弊案 說什麼莫名其妙 有這個欠中國錢 欠香港錢 然後資金問題 我跟你講各位 這就定名做記號 我們知道硬小偉要出境的時候 被人家註記了 我跟你講 無事不登三寶店 沒有事情 新聞不會找上你 為什麼這時候柯建民也被點名了 為什麼這時候林又昌也被點名了 眾多民進黨自家人 包括林怡錦 包括我們講的陳忠諺 通通都中間落馬 那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覺得民進黨的人 有辦法接受 自己被姚立民這個人處理掉嗎 所以坦白講 我覺得他上任的機率非常低 我看你怎麼看賴總統在副院長的 這麼重要的一個名氣跟高度 推薦了姚立民 我來講一下賴清德 賴清德 基本上賴清德總統 他脾氣硬 圈子小 有恩必報是阿德 所以剛剛我也覺得 導播很厲害 他找出那個畫面 賴清德在競選總部公布的 八位核心幹部當中 來 導播你看這個畫面 觀眾朋友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我們報新聞節目 還做了個圖 跟大家圈一圈比一比 站在賴清德左右邊的是誰 就是姚立民跟鄭立軍 鄭立軍當行政院副院長 姚立民旁邊是誰 潘蒙安 再過去是誰 卓榮泰 院長 副院長都在這裡 林佳龍也當外交部部長 所以倚仲姚立民 因為感謝你在選舉的時候 當我的重要八位核心幹部之一 我覺得這個我並不意外 但第二個 就是為什麼這樣做 觀眾朋友要知道 司法院的院長先前傳出 是因為重量級 民進黨重量級 院長級的人 他有意 因為之前有人推薦 你現在把姚立民推上來 是不是立威壽命 就是把這個位子也填滿了 就沒有其他的空間了 好 之後就要觀察 第三個 因為其實姚立民有跟他友人說 說老計福利是被請拖出來 不是他自己需要 後續因為他到立法院到時候 還要資格審查 他還好有他的談話 我們再看 第三個就是剛剛雨萱所講的 這也是我覺得 有點看不太懂的 就是說賴清德總統剛剛講 圈子小 脾氣硬 友恩必報是阿德嘛 友恩必報當然講說 另外一方面就友仇必報 好 那友恩必報幫過我的人 你看像現在我們談到的 像交通部長 陳世凱也是進行總部裡面發言人 他的圈子裡面靠近他 總部他相信的人都是我以中任 所以這個部分我倒不驚訝 他會使用姚老師 因為姚老師在選舉的時候 他覺得說幫了我很多嘛 第二個 可是他過得了嗎 因為目前民進黨只有51席 你還缺6票 你還缺6票的同時 就在今天這一天 對 民眾黨這6席 主席都已經被約談 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們現在錄影同時不知道 極有可能被升壓嘛 這樣之後的審查 還有可能投過去嗎 沒有柯文哲被約談升壓 都不投了 那沒有投 那過不了啊 那晃這一招是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後續可以再看看 我是覺得就是姚立民老師 他在這個賴清德的心目中 應該是個重要的人 不然不會找他來當這個競選的 當時當這個主任委員嘛 但是能不能在立法院過 有沒有辦法找到6票 不是找到1票 1票的話或許有可能 6票我覺得有點困難 所以說穿了是仇用嗎 我覺得根本不是 仇恨比較多啊 先講賴清德提名姚立民 當司法院副院長 是個一魚三吃的做法 第一魚是什麼 第一魚呢 是姚立民雖然沒有實務經驗 但是表面上 還是讓他做司法院副院長 代表了還人情 我仇贏啊 代表我賴清德 感謝姚立民 我們大家都是自己人 表面上做得很漂亮 第二魚是什麼 實際上他想要分化藍白的問題 在野黨的問題 要知道姚老師是大顆黑啊 請問一下他的同意案 在立法院通過的時候 民眾黨會同意嗎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同意 而當民眾黨不同意的時候 國民黨該同意還是不同意呢 這變得很尷尬啊 如果國民黨同意了姚立民 那是否會跟民眾黨不愉快 所以他說不定想要利用這個方式 來讓在野黨藍白不合作 再第三個是我覺得最惡劣的 就是我認為賴清德 根本就沒有想讓姚立民老師上位的心 他是想借用在野黨的手 來借刀殺人打壓姚立民 因為很簡單 陳世凱為例 陳世凱做什麼位置 交通部部長 大部耶 對 政務官耶 不用人 那個人是同意權的 不用 那請問一下如果賴清德 真的重視姚立民老師 法務部相關的政策 可不可以直接去做呢 可以嘛 整個國家多的是位置 跟法律相關的東西 可以讓姚老師名正言順的去當官 但他卻卻把它丟給個 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位置 這是一個非常好笑 而且荒謬的做法 尤其是民黨現在還不是獨大 還是少數耶 百明把姚老師丟進來 就是準備讓他為國捐軀的啦 感謝姚老師為民黨做這麼多 我也盡量挺你了 現在害你的是誰 都是在野黨啊 都是國民黨 都是民眾黨啊 跟我無關啊 我心裡面 根本就沒想要忠祐民 田明你是要你為國捐軀 楊明 你怎麼看 俊項哥 你知道大法官的職權 就是說我們的憲法法庭 除了解釋 法律 憲法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權利 一個叫做彈劾總統的審理 一個叫做解散政黨 就政黨如果違憲要把它解散 是 好 重點來了 姚立民老師是賴清德 競選總統的時候的進總主委 未來如果 當然現在我們的立法院國會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如果 誰知道會不會有一天 突然他這個道行逆施 有人提出彈劾總統的案子的時候 請問如果你提名姚立民 而且他過了 那他會投贊成票嗎 他是你總統競選團隊的議員 賴清德真的把大法官名著 當仇庸工具 覆水組織 太難看了 這真的是讓大家瞠目結舌 我只能說賴總統他對外 這個是蕭美琴 因為他是召集人 他今天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我們這是賴總統認為 他是符合社會高度期待 不要那麼客氣 你把社會拿掉 符合你賴總統高度期待就好了 好不好 那還有一點 今天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有一個花絮 總統府的發言人 我們的郭亞惠女士 他在最後大家在合照 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他說來大家比一個讚 沒有大法官提名能理他 你把大法官提名記者會 當成你競選總部啊 失會了 什麼鬼啊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我想現在的總統府 到底是把大法官看成什麼 是不是每一個都要遂行 賴清德的意志 把在野黨提出來 修的每一個法律 通通否決 通通違憲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話 未來的國會有明日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恬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發真相 發真相